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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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食材是 日本的喜之池语 是日本里面 一种比较高级的 语 这种语呢主要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 红烧 还有一种就是做刺身 今天 因为这个鱼就比较小 我们就 做刺身嘛像这种大的鱼的话 做红烧会比较好吃 好的 那我们 开始处理这条鱼 真的好冷啊 今天 已经3月28号 好了 但是 居然下雪了 你知道吗 居然下雪 这鱼感觉满身都是刺 要小心 这边都倒置 所以说 做些超疼的这个 好的 我们再把内酸取下 好的 我们再把内酸取下 好 好的 我们再把内酸取下 一样的 先 背上去 这个肉超油的呀 超级油 所以说这个才好吃吧 这么油才好吃吗 这么油才好吃吗 不计一口就没了 这撇下来半片肉就这么大 都不到一个手掌那么粗 所以这个都受死了 还挺好吃的 有在热烤店里面吃过那种 做成寿司的 在日本叫Kinky 在日本叫Kinky 那叫惊奇鱼吧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 像这条鱼的话 在日本呢 名称超多的 每个地方叫的都不用 所以说 种鱼的话 知名度也不是很高吧 知名度也不是很高吧 其实说 说起来 很多日本人 虽然说是 靠海 鱼的 种的实在太多了 其实很多人 吃它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 只是看了菜单 就突然想吃 就看了这个名字 随便点 好 我们现在去中国 真的是很难 很难 是真的是 肉太小了 如果 把这个当午饭的话 肯定吃不了 所以我家店 其他菜也不太少 好了吗 我这事 我给你吃了 都没有吃了 我做了 我做了 要是我们做了 做的 要做的 我做的 都要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和精彩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让我们放到火上烤一下 这个就是稍微过火的话就比较好吃 有烤的 又做rzy personalities的话 他们基本上也会糟 хлp kot都生吃的话就不 grapple 而且这个是带皮的 像一般做刺身的话 一般都不要皮 还是带皮的 好 这就卸下来的 就这么一点点 好 我们先来烤一下 烤一下 看看其实挺好吃的 油脂超多 好 可以直接倒就好了 吃生的话感觉还是不够 所以我决定再加一块牛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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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三一根 胡椒 再三根胡椒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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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放入蒸氣 睡覺 1分钟 超好吃 这就是今天的 吃顺便牛排完美的午餐 谢谢观看再见 拜拜